假日大家没有出去感谢神 我们有位线上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们今天没办法来这里聚会 但是神仍然要大大的祝福你 阿们 好那我们已经进到雅达月了 那在这个雅达月里面 雅达月是一年当中最喜乐的一个月份 进到雅达月你的喜乐会加增 阿们 为什么雅达月会喜乐呢 因为来自于雅达月有一个节旗叫做普尔节 这个普尔节是纪念犹太人 他从邪恶的哈曼的势力 要来灭绝整个犹太人的这个阴谋当中 被拯救出来 所以整个犹太人 他们因着他们全国的人一起悔改 进食祷告 最终整件事本来被毁灭的 转优为喜 转悲为乐 反败为圣 这就是普尔日 普尔节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读一下 以吃铁记 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主父他们每年守雅达月十四十五两日 以这月的两日为由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 转优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 在这两日设宴 在这两日设宴欢乐 彼此愧送礼物 周济穷人 好 所以因此呢 每一年的亚达月的十四十五日 我这周报特别写一下 就是我们三月的哪一天 这两天 是犹太人 他们每一年 都要来庆祝这个神 使他们转优为喜 反败为圣 那这两日呢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家里要板得 就是煮饭 请大家吃 然后送礼物给别人 救济穷人 因为神救了我们 那因为这个节日 所以在亚达月的时候 就会带来极大的喜乐 喜乐非常重要 喜乐可以冲破一切的障碍 弟兄姊妹 喜乐使你重新得利 喜乐可以断开生命的咒诅 喜乐可以迎接全新的祝福 那因为仇敌攻击你 所以你会沮丧灰心 但是如果你跟他 赞同一阵营 继续沮丧灰心 那这样结局 大概跟仇敌所要的结局 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从神来的喜乐 不管仇敌做什么 你就 哈哈哈哈 这叫做吃笑仇敌 你配偶骂你 你就 哈哈哈哈 你就不要跟他相顶 这样仇敌就不能在你身上做什么 但是你配偶讲什么 你当场哈哈 你大概等一下就完蛋了 所以心里面吃笑仇敌 然后你就断开很多的一些的咒诅 然后你的身体如果疾病一直 有些时候仇敌攻你 就是一下子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这样 让你没完没了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赤笑他 不准他来攻你 然后你说神会帮助我们了 所以断开生命的咒诅 以至于能够迎接祝福 所以这个月是我们欢笑的日子 不是你真正很多时候环境是恶劣 但是你要逆转胜 就是你要欢笑 然后喜乐 然后仇敌呢 要使他败退 吃笑仇敌 所以雅达月呢 我们看一下雅达月的祝福 我们这个月份 拿佛他利的月份 你知道以色列的12个孩子 12的孩子呢 在12个月 每一个月呢 就一个孩子的名字 那这个拿佛他利 就是我的甘甜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月是一个来尝尝主恩滋味的月份 总是有恩典临到你 你要来尝 第一次来到教会的 你要跟神讲 神啊我也要 我第一次来 求你给我恩宠心的礼物 让我被得医治 让我哪里得医治 神的恩惠是让你可以尝的 然后呢 这个月 我们要看雅各呢 是他的爸爸 雅各对拿佛他利 有一些祝福 就是预言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念 创世纪49章21节 拿佛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加美的言语 好 他说拿佛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加美的言语 怎么叫做加美的言语呢 就是口中出来的话是 不止好话 是加美的言语 因为加美的言语 就带来人美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加美的言语 就为你的人生的开启机会之门 所以这个月你要出加美的言语 然后你口中要报告的是 好消息 什么叫报告好消息 你听见什么就说 这是你口中常出的话 你是跟我一样常常这样的举手 这个不叫加美的言语 我们很容易惊吓 出的就是惊吓的言语 所以你的话一出来就带来惊吓 这样你这个月就完了 所以这个月就要出加美的言语 不管发生任何事说 神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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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翻转 加美的言语 然后报告好消息 因为神是使我们反败为圣的神 所以这个月 你的口中出加美的言语 好你要练习一下 因为你很自然 随口都是出恶毒的话的 我们随性自然人 都是出不好的话 惊吓恐吓威胁的话 常常从我们口中出来 加美的言语是要练习的 所以你需要练习 你想一下 等一下你回家 会遇到谁 你想要跟他讲一句加美的言语 想一下 先做预备 看到他的时候才不会冲动骂他一顿 你等一下出去会看到两个孩子 要想一下 怎么跟他出 加美的言语 不要跟他讲 财言 为什么这样 那就不是 加美的言语 好要想要 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听得到就要练习 你等一下回家会遇到谁 那你想一下 你要对他说 加美的言语 来想一下 想到了吗 好 来祷告 我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回去 遇到这个人 就报告好消息 我们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求你圣灵帮助我们的 弟兄姐妹 开始练习在雅达月 我们的口宣告 加美的言语 报告神的良善 报告神恩典的话语 主啊 你恩宠我们 恩待我们 主啊 使我们回到家里面 第一句就出加美的言语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那 雅各呢 也对 这个预言当中 还有一个 四篇十八篇 三十三节 说我的脚快如母路的蹄 又使我高处安稳 你的脚 快如母路的蹄 也就是这个月呢 你的脚会走很快 要快走 不要停顺在那里 那你走到哪里 就要用你加美的言语来传递 好消息 圣灵一定会帮助你 圣灵一定会启示我们 怎么讲 圣灵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而且圣灵是我们的导师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讲 就先闭口 至少不要出那些 随性的话语 要出加美的话语 而且当你这样子 你不但会打开机会之门 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会打开别人的眼睛 看见神的良善 你宣告 加美的言语 就可以 可以 我们念一下宣告 来 圣灵会不断 给我美好的事物 并让我说出恩典的话语 阿们 你要宣告 你的口都会出恩典的话语 然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 那报加音传平安 报信传救恩的 这人的脚中 何等 脚登山何等加美 在这个月 你的脚走到哪里 要为主做极大的见证 去到哪里就带着祝福 所以你的脚会 快如母路的体 你为多结果子 多产 被争 然后迅速收割 传福音 就很多时候就跟他讲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那你祷告 奇怪神就应验了 奇怪神就回应了 其实我听到很多 突然要来受洗了 就是因为 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职场 然后就为他祷告 就这样祷告完 竟然事情应验了 所以他说他要来受洗 教会一次都没来 他说他的同事为他祷告 那竟然 竟然上帝都垂听 然后他就要 他就说他要来受洗 所以弟兄姊妹 你带着权柄 释放好消息在你的职场 为人祷告 带来盼望 好 那摩西也对 这个每一个支派 都有两个预言 一个是雅各的预言 一个是摩西的预言 那摩西也对拿佛塔利预言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 来 生命纪33章23节 论拿佛塔利说 拿佛塔利啊 你竹沾恩惠 满得耶二华的福 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好这里说 哪里沾恩惠 主 那你走到哪里 你的脚就沾上 不是沾黄金而已 是沾恩惠 走到哪里 你的脚就有恩惠留在那里 然后呢 会得到 谁的祝福 耶和瓜的福 不要羡慕人的福 要羡慕耶和瓜的福 因为耶和瓜所赐的福 使你富足 不加上忧虑 有时候人间的福 会带给你忧虑 然后耶和瓜所赐的福 会使你富足 不加上忧虑 一直在这个月 求主帮助我们 脚走到哪里 就有恩惠恩宠随着你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耶和瓜的福 然后可以得什么 西方南方为业 也就是得地为业 这个月也是得地为业 我们等一下要来祷告 你这个月想要买房子卖房子 一大堆的 这个得地的 要得什么产业的 这个得地为业的恩宠 可以临到我们这个月宣告 我们一起宣告 我们有主的恩宠 我们有主的恩宠 阿们 你是有恩宠 因为你脚有 恩惠 不要再讲你是随不得灵 人家说你来问我导哥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都没有好运过 你破除一下 你都有好运 人家说我们自己在讲一什么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都好像这样是谦卑 不 你是招来众主 你要宣告 我竹瞻恩惠 我是有福气的人 我会满有耶和华的福 好 我们要为你得地为业 你最近有想买房子了 我们为你祷告 得地为业 有吗 没有 站起来 买完事 来 换房子 来 祷告 祷告 得地为业 得地为业 要有恩宠 要有恩宠 我们来祷告 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今天就宣告 满有主的恩宠 主啊 你把南方西方 指他得地为业 主要把神的灵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神的恩宠 要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 主啊 这个月就要得地为业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妹 神的话就是要来实际的 所以你口中要来宣告 亚达这个是阿达呢 他是力量的 希伯来语 阿达的意思是力量 也就是 业劃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力量 弟兄姊妹 不是你的喜乐 会成为你的力量 因为你的喜乐 会因环境改变 今天人得罪你 你就不喜乐 可是耶尔华的喜乐 就能够成为你的力量 然后喜乐油浇灌你 就可以动该各样的重恶 所有仇敌的祭魔 都要退去 那我们今天 会来读以诗铁记 为什么在亚达月 我们要读以诗铁记呢 我们鼓励你 普尔节的前几天 你就诵读以诗铁记 十章而已 因为你要来宣告 我们读 诵读宣告 我们的神是反败为圣的神 他这个真理会运行在我的身上 记得这十年都是口的年 所以你的口宣告什么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宣告 我的神是又证又我的神 所以家里发生这件事 两件事 接二连三 奉主的名 要反败为圣 这些事都要反败为圣 都要有一个翻转 所以当我们平信心这样的宣告 这样的宣告 借着祷告这样的宣告 很多事就会改变 在灵界里面就会改变 我们也期待在高雄 借着我们常常这样的宣告 整个高雄 过去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现在要有神的荣耀 片满在高雄 这个地方 邻里就会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高雄越来越好 对啊 我搬来高雄十七年 十六啊 十七 十六年 哇 越来感觉越来越好 刚来不适应 刚来常常 一下就坐高铁回台北 每次都说回台北 现在都是回高雄 所以 哇 因为高雄很好 牧师每次去台北开会 当天就回来 因为 一点就 都不要待台北 就马上回高雄 所以 高雄因为我们在这里祷告 这地 要越来越好 神的荣耀 要遍满 高雄 阿们 因此呢 弟兄姊妹 在灵界里面 当我们这样的宣告 物质界宣告 灵界会改变 整个自然界也改变 你会看到很多的家庭 就要开始反败为胜 很多夫妻关系 要反败为胜 为什么要传讲这个真理 因为从过年 过年前 其实2023年一开始 接到我们弟兄姊妹 很多难处 而且就一而再再而三 以前发生的事 以前 转向神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发生的事 后来神医治了 怎么又重来一遍 就会很沮丧 到底 到底怎样 然后 我领受是 其实这一次 是神要心里反败为胜 而且要 除根 过去暂时好 可是没有真正挖根源 很多的外遇 没有和好 但是没有真正处理根源的问题 这是神要除根 把很多的根 除掉 以至于可以 反败为胜 我宣告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的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你再约合结婚的 不会离婚 阿们 你说你没有再约合结婚 然后来上婚姻福她的 不会离婚 吵吵吵吵吵 终究翻转 翻转 翻转 神一定会在我们当中 来这样的工作 当我宣告 就在灵界 就要来突破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 以诗帖记 神怎么样在这一段 十章的圣经里面 带来反败为胜的恩典 整个以诗帖只有十章 其中要表达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反败为胜 整个里面谁反败为胜 整个犹太 犹大人 反败为胜 莫迪改里面的主角 莫迪改 以诗帖 反败为胜 而且反败为胜 来得之快 出人意外 为什么 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开始是 有一个皇后 因为这个 雅哈 水鲁王三年的时候 有一个皇后 她的皇后长得非常漂亮 这个皇后叫瓦什提 你怎么记呢 以前叶超牧师演一出戏 她演瓦什提 带了你那个头发假发 然后扛一个瓦斯出来 说我叫瓦什提 从此我记住这个名字 就是扛一个提一个瓦斯 叫做瓦什提 这个叶超牧师太有趣了 我就记得这个名字都不会忘记 就是扛一个瓦什提 这个瓦什提非常美丽 莫名其妙被废后 什么叫莫名其妙 就是她长得很漂亮 然后她先生就说 你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美丽 这很好啊 这某种不完 她竟然说我正在忙 不要查我 不要理她 就这样莫名其妙 就被砍掉会佛 没有什么大错 就这样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会佛 目的 目的到目的改成为宰相 整个只有九章的 九年的时间 所以反败为圣非常快 非常快 九年的时间 整个节奏非常快 她就 这个被会后以后 第一章 你就看到 从雅哈学书人第三年 没有理由的 这个皇后被毁了 为什么要废掉 为了 因为神要换一个皇后 弟兄姊妹 是因为神要换 其实真的 很多时候神要改变环境 太快了 你自己不要一直抓的 什么东西 你抓不住了 你要控制什么 你控制不住的 神要犯 那个欢转就欢转 所以我们读一下 为了这一个人 我们读一下 以诗铁记二章五到七节 苏三城有一个犹大人 名叫莫迪改 是变亚迷人 基氏的真孙 世美的孙子 雅尔的儿子 从前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 将犹大王 耶哥尼亚 又名 约亚经的 和百姓 从耶路撒冷 掳去 莫迪改也在其内 莫迪改 抚养 他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 后名 以斯铁 因为他没有父母 这女子 又容貌俊美 他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他 为自己的女儿 好 这里讲到苏三城 苏三城就是 那时候是波斯帝国 犹太人被掳 到巴比伦 刚开始是 什么帝国 巴比伦的帝国 然后来变成 波斯国度 所以那时候 所以犹太人就是 像莫迪改 已经经历五个皇帝 在那里有一个犹大人 叫做莫迪改 这个人呢 他是变亚敏仁基士的真孙 四眉的孙子 请问一下 变亚敏仁基士的儿 有一个儿子叫做扫罗 对不对 记不记得 变亚敏仁基士 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因为 莫迪改遇到的事 其实不是他个人的事 是整个犹太人 那时候扫罗 所面对的就是亚马利人的 要屠杀他们 所有整个扫罗时代 都在征战的敌人 都是亚马利人 所以弟兄姊妹 他说你的敌人 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 你知道一直要破坏你的婚姻 而不是你那个可怕的妻子 可恶的丈夫 背后有一个仇敌 要来杀你 要毁坏家庭的根基 所以这个莫迪改 算是扫罗家族的子孙 然后呢 从前 被掳的时候 记得我们读历代誌的时候 最后一个王 耶哥尼亚 叫约亚金 记得 他把他们掳去 被掳的时候 莫迪改在里面 因此他们就在外邦 泼施里面 那有一个叔叔 生了一个孩子叫做 哈大沙 后名改名 以斯帖 这个叔叔的孩子 所以他是以斯帖是谁啊 堂哥 这个辈分是这样子 但是他年纪太大了 他那时候都会100岁 所以 他经历了五个国王 而这个父母都死了 也就是说 莫迪改的叔叔都死了 那他就抚养这个孩子 抚养他的堂妹 然后这个女子呢 容貌美丽 美丽 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 就做她的甘女儿 好 所以整个背景 莫迪改 这个以斯帖是一个孤儿 他是一个孤儿 修瓦乡 现在土耳其地震之后 有没有很多孤儿 有很多的孤儿 他在这个孤儿在波斯出生 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就成为皇后 然后呢 莫迪改是一个亡国奴 他被掳 国家亡了 被掳到巴比伦 寄居在波斯国 然后他起来抚养他的甘女儿 以斯帖 因为他不肯向哈曼下跪 你要知道在波斯国 他们容许 被掳来的外籍人士 可以拜他们自己国家的神 但是你们可以拜自己国家的神 但是还要拜我 就是来拜 拜他们的国王 拜他们这些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说你 耶稣可以啊 我们马祖的信什么都拜 加一个耶稣也没关系啊 对他们来讲 好像这样可以来统治这一群人 但是莫迪改所信的是什么神 独一的真神 不能拜别的神 你说他独裁 不是哦 这是真理啊 因为只有这位神 所以莫迪改怎么样 都不向哈曼下拜 他容许你拜所有的东西 然后遇到我要拜我 莫迪改就是不向他下拜 可是不向他下拜呢 他就要面对被杀 死亡的命运 所以这件事 我刚刚讲了 被那个瓦斯体被废了以后 又过了三年 过了三年就要选皇后 选皇后刚好那时候谁在哪里 这个乙斯田 这个哈大沙 刚好就在那个地方 早不来晚不来 就是选皇后的时候来 而他又蒙了恩宠 就被选为皇后了 所以弟兄姊妹 都是神在安排 有默默有一位上帝 在安排这些的事情 好 所以第一章就这样结束 到了第二章 过了几年 这个乙斯帖已经当了皇后了 过了几年 又发生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 莫迪改呢 就在这个朝 那个朝廷的门口 坐在那里 刚好 他坐在那里的时候 刚好 恰巧 就听到 两个太监在讲 他们想要杀王 国王 所以 恰不恰 两个在讲 奇怪被他听到 被他听到 这个莫迪改就告诉谁 乙斯帖 然后乙斯帖就告诉王 从此 他就立了大功 而且这件事 记录在哪里 历史 记录在历史 立了大功之后 他有没有马上被 被出容 没有 立了大功之后 圣经讲 到了第一 立了大功之后 到了圣经就 第三章 反而 亚哈水鲁丸 抬举了哈曼 你是立了大功 很多时候 你为神做了一些什么 什么立了大功 发现 什么都没被纪念 都被忘记 是不是真的忘记 上帝的伏笔 弟兄姊妹 不要那么短视 我帮忙做这个 怎么都没有扩奖我 不要那么短视 所以神留这一件事 做秘密武器 有的时候 你很多的事情 你祷告很多的事情 上帝是hold住的 上帝没有讲出来 可是神要使用他 成为秘密武器 他立了大功 就在那时候 这个哈曼呢 被高举 被高举他就会非常的 哈曼就觉得 很厉害 这么厉害 作威作福 然后去见了王 被高举之后出来 在朝廷门口又遇到 莫迪改 莫迪改又不跟他下拜 他就火大了 很火大 生气 所以 这个生气 生气 很火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 回来 他的朋友 他就很生气 跟他太太讲 今天他太太跟他的朋友说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这样子 我们呢 做了一个木架 把莫迪改 钉在那个木架上 挂起来 违背你 不像你拜的人都会这样 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很好 就这样 你知道做了那个木架 最后挂谁 上帝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 他们就做了一个木架 要来把他挂起来 然后之后呢 那个 这个哈曼呢 就决定要杀莫迪改 然后呢 不但杀他 也决定要杀全部的犹太人 一起杀 然后王说 我戒指给你 好像印章给他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就去做吧 然后他就释放一个命令 全国的犹太人要被杀 而且他做一个签去摇签 什么时候被杀 就是雅达月的 十三十四号的那个日子 要被杀 要杀掉所有犹太人 所以自签有普尔的意思 就是自签 做这个杀日子的日子 就普尔的日子 要杀犹太人 是雅达月的十四号的时间杀他们 这件事 哇 莫迪改 这件事引到全国的人 要被杀 所以莫迪改开始 就披马蒙飞 穿麻衣 在城门口痛痛哭泣 然后 以师姐知道 送衣服来给他换 他不要穿 然后他猜人 告诉以师姐 就回答这些话 我们一起来读 这也是反败为胜的关键 这件事是关键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莫迪改 托人回复 以师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过一切尤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以师帖就吩咐人 回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 所有的尤大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 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罢 哇 这一件事 以师帖 他接到也知道这一件事 然后莫迪改 就托人要来回答以师帖说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自保 你不要以为你躲在皇宫里面 你就会没事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 也就是说 尤大人被拯救是神的心意 弟兄姊妹 神的百姓会得救是神的心意 神要做的事情 神一定会让他成就 但是神如果找了你 你不愿意 你闭口不言 神还是会做成他的事 但是你就无法从这件事上得祝福了 因此呢 他说 因之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弟兄姊妹 以师帖会当皇后是谁安排的 神啊 你看圣经 为什么我鼓励 这个普洱节之前 你念一下十章圣经念读 哪有走到哪里 每一个看见以师帖都喜欢他 然后就恩待他 他的美丽也没有瓦斯体美丽啊 因为他是砍瓦斯的 所以呢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当了什么长 你有了什么事 你自己努力来的 你有这个机会都是神安排的 很多人都以为钱是他赚的 以为你坐上这个位置都是自己的 当你知道哪一天神把你拆了 没有 神不与你同在 你是要仇敌 恶欲攻击你 你一天都待不住 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机会 你得了这个位分 神给你这个位分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闭口不言 所以如果你的周围 有一些有疾病有困难的人 你真的要抓住机会 来跟他讲耶稣 然后为他祷告 你不要怕他把你hold出去 不要怕他说 你祷告没有应验 祷告没有应验 上帝负责又不用你负责 因为盖的是神的名 又不是你的名 上帝负责 你只要祷告 你只要传讲耶稣 你要知道 这个机会是神给你 可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他说 以尸铁果然听进去了 好 我不要自保 我知道 我有这个当王后是神给的 我也 我不要再自保 但是他说 我也不要一个人扛 你们要召聚 所有整个国家的犹大人 一起来祷告 他说一起要进食祷告 为我进食三昼三宴 这里面有没有祷告两个字 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一卷书 你看不见上帝 看不见祷告两个字 但是整卷 充满上帝的手 因为在外邦 他都不能承认自己是犹大人 他怎么可以承认自己 他只能讲进食 这一卷书非常奥妙 等一下后面会讲 他说你要为我进食 三昼三夜 不吃不磕 我跟我的宫女 也要这样的进食 然后呢 我就 唯利进去 死就死吧 这一句 死就死吧 也是关键 听众子妹 你如果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神 祂一定会救你 那如果祂不救你 死就死吧 你不要想要靠自己 你要走在神的路当中 你就会经历到翻转 而祷告也不要一个人祷告 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要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的祷告 刚刚三成三的祷告 为什么要三成三 找三个人 你跟另外两个 这三个人 然后祷告 每一个人三个名字 祷告九个名字 共同祷告 同心合一的祷告 这件事必要成就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一个人 所以以诗帖 找大家一起来祷告 千万很多时候 不用不用 我不重要 你就会比较重要的祷告 不 你很重要 所以你要找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的祷告 以诗帖 不但他跟他的宫女 他整个犹太人都一起来祷告 然后有一个 死就死的决心 就为力去 这圣经中充满这种 急过不然的真理 我即便死了 我也要造神的话 我即便神没有帮我 我都不转变 但你里也是这样 但你他的朋友 在那个火窑里面 烧死就烧死了 没想到 火窑出现第四个人 耶稣啊 人子 然后他们都 都没有事 火都烧不到他们 只有这种 必死的学生 才经历神迹 就临到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整个圣经都是这样安排 可是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很容易 看到威吓 命没有就 我马上跪你 不要你饶了我 弟兄姊妹 我们训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 以至大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神的恩典 复兴即将来 已经即将来 已经来 复兴来的目的 是因为未来的灾难太大 神要用复兴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起来 现美国的大复兴 也即将烧到各个大专院校 年轻人 那个复兴的火 开始燃烧 我们也要领受 这个复兴的火 我觉得神的能力 已经在我们当中 阿们 好 果然三天之后 以施铁 他就穿上朝服去见国王 神真的开路 王呢 因为他不能施驾见王 一定要王有呼召 才能够来 而且三十天 王已经没有招他了 他有可能施下去的时候 就会被杀 在路上有可能就被杀 没想到王跟他身上紧张 而且呢 说哇 神让王恩宠他 说以施铁啊 你要求什么都给你 你要我的国一半我都给你 哇 神给他恩宠 以施铁没傻傻 那一半给我 没有 以施铁说什么 我只要一件事 让他们来参加我的宴席 兄姊妹 都要问神 以施铁出这一招 是他自己想的吗 在那三天的进食祷告 神教他怎么做 很多的反拜为圣 不要以为 很多容易我们拜为圣 都是你要问神怎么做 神教他 你先把哈曼邀来你的宴会 所以他就邀了他 然后哈曼呢 被邀请 有没有高兴 哦 好高兴哦 然后出来的时候 本来很高兴 就看到这个莫迪改 坐在朝 我们念一下这一节 只是 只是我见犹大人 莫迪改坐在朝门 虽有这一切荣耀 也与我无异 他的妻 希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 对他说 布鲁利一个五丈高的木架 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旗上 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 随王复兮 哈曼以这话为美 就叫人做了木架 哇 你看 就做了那个木架 你知道吗 到了第六章 节奏非常快 哈曼心中 只想要杀掉莫迪改 可是呢 上帝会不会让他成就 没有 他做了木架 就在那一天晚上 刚刚你说你立大功没被记录的 他来念给他听 弟兄姊妹这谁的安排 神 然后一念就念到那一段 哪有那么刚好 一念就念到 这个莫迪改立大功 还没有赏识他 立大功这一件事 然后王就说 那我们有赏识他什么吗 没有耶 哇 王就觉得 我怎么对这样忠心的人 没有赏识他呢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些时候 你为主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没被纪念 不要抱怨 神正在使用他 要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 那时候 你看圣经讲 那夜 恰巧 那时候 王正要来怎么样祝福 莫迪改 哈曼就进来 恰巧 他那时就进来 因为他是想要除掉谁 莫迪改 然后王就在想 哈曼来 如果王 有想要尊荣的人 要怎么尊荣他 哈曼就想 王要尊荣的人 一定是我 因为整个国家 只有我最被尊荣 一定是我 所以他就出一个点子 他出什么点子呢 等一下这个 他就出点子 然后 第六节 第六节 不是我是谁呢 哈曼就回答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 当将往常穿的草服 就是把皇帝的 黄袍给他穿 给他的马 交给其尊贵的一个大臣 命他将音符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穿上 使他骑马 绕城 在他面前宣告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要如此待他 结果 王就说什么 好 你就这样去对待 莫迪改 这个时候 哈曼就 悠悠愁愁 回家 又把这一件事 跟他的妻子 跟他朋友 又讲了 因为他很生气 哈 然后 他的妻子 反而讲一个重要的话 每一起 啊 诺 他妻子 来 第十三节 妻子 好 他的智慧人 和他的妻 系律师 对他说 你在莫迪改面前 使而败落 他如果是犹大人 你必不能胜他 终必在他面前 拜罗 他的妻子 发先世信的话 如果那时候 听妻子的话 说 那就不要再弄他了 可能还有得救 所以有时候 妻子的话要听 他给他建议 结果呢 你看他后来也没听 就赶快要去 去赴宴席 结果第二次的宴席 为什么 以师姐 他第一次宴席完以后 网又说 你要求什么 我都给你 他就说 我只求哈曼 再来第二次宴席 你要 这个以师姐 他也不再想一想 他就问神 神就说 再办一次宴席 那再来 这个宴席 他才能讲 他才跟网讲 因为他的本族 要被杀了 然后呢 他网的损失很大 就这样子 哇 这个网一听 谁敢这样子 这个人在哪里呢 然后 这个时候他才讲 就是这个人 哈曼 然后哈曼很紧急 很着急 然后就要去求以师田 来救他 然后要去趴住他 哇 王 这个王看到 你怎么就 轻 轻 轻卖我的 我的皇后呢 哇 所以就很惨 他的下场 就是他做的那一个木架 就把他 哈曼 自己挂在木架 所以弟兄姊妹 仇敌想要陷害你 只要你转向神 你依靠神 所有仇敌的武器 都要成为攻击仇敌的力气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怕 你依靠神 不要轻易的妥协 你在职场 不要顺着这世界的潮流 你依靠神 神会为你生冤 为你反败为胜 所以他就被杀了 可是被杀了之后呢 哈曼死了 可是那个命令 还是要被 整个犹太人 那个命令还没改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王就一样 把他戒指印章 给莫迪改 让他重新发命令 要发什么命令都好 所以最后九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 王的御旨将要举行 就是犹大人的仇敌 盼望挟制他们的日子 犹大人反倒挟制恨他们的人 好 你看 犹大人的仇敌 盼望挟制他们的日子 就是他们自签那个普尔日 自签出来的日子 而这一日反而成为 犹大人 凡道挟制恨他们的人 反败为生 之后 这个 莫迪改就变成宰相了 全部都来向他进贡 最后一节 第三节他说 我们一起来念 犹大人莫迪改作为 亚哈水乳王的宰相 在犹大人中伟大 得他众弟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处 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莫迪改大概一百二十几岁 神仍然可以使用你 弟兄姊妹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 不要觉得你年长了 退休了 你现在要被神用 你年纪越大 你的经验越丰富 莫迪改这个时候都可以被神用 我们都要被神用 很大的被神用 好 我们整个来看一下 整个的以示铁记 真正除了宣告神反败为圣 其实真正的是要看到 这本书 没有一个字写上帝 这本书没有一个字写祷告 但是处处充满神的作为 在以示铁中有许多的恰巧 恰巧那一日 就是进食祷告的第三日 然后呢刚好神就跟那个王就生 那个这个 这个金杖 都是很多的恰巧 你看一下圣经很多的恰巧 好 对不起 我刚刚跑掉了 然后 他们想要除掉莫迪改的时候 那一夜就那一夜 就那一夜 那时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中间都是神的手在安排 然后你发现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祂是叫你转优为喜 反败为圣 转悲为了 使你反败为圣的神 Amen 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遇到很多的难处 有许家里很多的问题 一个又一个 孩子又一个 你很沮丧 你觉得你快要垮了 神今天我们宣告以斯帖所宣告的真理 神是使你反败为圣的神 在你的家 被疾病攻击了你 神为使你反败为圣 只要你不要妥协 亚刚强站立 然后我们进行祷告 为什么每一年 我们在除笑节 做这些祷告文 因为我们不知不觉 跟世界 人家送你的东西 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送 因为他不知道去哪个国家旅游 就买回来送给你 这三年比较没有 因为都没有出国 不然你家里就一大堆买一些 有了没有 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 有没有不洁之物 然后都放在你的家 你读那一本书 你就发现 Chapius 他后来找到一个珠宝盒 觉得不妥 烧掉之后 他头痛就好 那本书是这样写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每一年除笑节 就一起来 竭尽家中之物 我也要竭尽 因为有的时候 东西就塞在抽屉 就不管那一忙 然后我们一边祷告 一边求神启示 竭尽家中之物 那我们做天上法庭也是这样 是因为他那些祷告文都是 比如说带我们做 骄傲的悔改 你骄不骄傲 你可能今年比较谦卑 明年就骄傲去了 或者神高举你 我真的觉得神高举我们 我们处不了尊荣 你没有大富大贵的时候 都很谦卑 稍微祝福你一下 你都以巴巴翘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要随时回转 悔改 那些祷告文就是 念这些悔改祷告文 因为很多人不会祷告文 就照着念 然后我们的心就转向神 转向神 转向神 那很多的残累就除掉 不知不觉你病就好了 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不是什么天上法 是因为我们做这些悔改祷告文 因为我们看那些祷告文很好 这个祷告文写得很好 如果我照着念 我也是这样的心 我希望我不要骄傲 我希望我不要 我里面有一些苦毒 我可以除掉 然后我照这个祷告文这样念 然后领圣餐 神的大能领导我们 很多的做主 开始来翻转 阿们 所以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卷书 看不到上帝 可是上帝却隐藏在里面 我们要来看这里面的主角 这个以斯帖 以斯帖的名字叫做哈大沙 哈大沙呢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孤儿 这个原来的名字叫番石榴 它的意思叫番石榴 番石榴不是芭蕾 这个 可是它就是叫番石榴 不一定是芭蕾 不是芭蕾 好 番石榴 它的石榴树呢 象征的是公义 它是在中东里面 这种石榴树 石榴树 那这个哈大沙 改名叫以斯帖 以斯帖是波斯名哦 那波斯名 它原来是波斯的一个神明的一些 有一些相关 意思是星星 然而这个 以斯帖 西伯来音 念以斯帖的西伯来音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我被隐藏了 所以为什么用以斯帖 做这一卷书的 就是名字 就我被隐藏了 其实是谁被隐藏 神隐藏了 弟兄姊妹在你的环境里面 你常常发现上帝隐藏了 隐藏了上帝与你存在 你赐福看不见 这位神 没有一句祷告 禁食 只写禁食 没有写祷告 没有一句 上帝 可是隐藏的上帝 处处在这个环境里面 而这个隐藏的上帝 你看以斯帖刚开始也被隐藏 他改这个名字 我被隐藏了 可是叫西伯来音 Ester 西伯来音 以斯帖 西伯来音人知不知道 知道 可是他是波斯民 所以波斯人不会知道 然后犹太人知道他被隐藏了 我不是被隐藏的犹太人 Ester 被隐藏的犹太人 是这个意思 所以神很奇妙 因为隐藏的上帝 在环境当中 制造非常多的恰巧 带来逆转 很多的恰巧 你看 莫迪改恰巧就知道这个寂寞 莫名其妙就听到 走过去刚好恰巧听到 然后呢 都很多的恰巧 王恰巧睡不着 然后念圣经 念历史书恰巧读到这个历史 哈曼恰巧 都很多的恰巧 这么多的恰巧 就是这个隐藏的上帝 弟兄姊妹 神隐藏在你的苦难里面 你似乎看不见神 你觉得神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这个挫败里面 上帝与你统在 上帝被隐藏了 你看不见 他对你说 我说孩子我准备预备许多的恰巧 许多的贵人要来出现 使你能够反败为神 带来逆转 哈曼跟莫迪改 很多的逆转 两个命运的逆转 哈曼原来是尊荣的逆转成被定的 就很多的逆转 所以我们这么多的巧合 神是要使我们逆转 所以终究 犹太人的生命也逆转 从失败变为得胜 而这一个关键在哪里 就关键在以尸铁 招聚全国 禁食祷告 只有专一求告 耶尔华 这位隐藏的上帝 必不叫你失望 这位隐藏的上帝 必要在你的环境里面 带来翻转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祷告不是只是 拉上帝来盖章 当你祷告你会悔改 你会修正自己的心 你会调整自己与神对齐 这也就是我们过犹太历的目的 我们并不是封以色列 只是我们觉得 每一次犹太的节期 我们对准神圣经里面 所表达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做这些事 我们不是封以色列 但是你知道 你没有对准犹太的节期 你都对准什么节期 其实我们对准的是世俗的节期 世俗的节期叫你 11月有什么节 那个国外都有什么节 外圣节 你就跟人家去穿那个鬼装 一大堆的这些 你其实跟着世界 就对准世俗的节期 是仇敌的节期 而每一次透过犹太的节期 我们跟神对齐 我们不是封以色列 弟兄姊妹 我们还是成亲 你没去以色列也很好 没关系 但是你与神对齐对重要 与神的节 在这个节期 我们心态怎么调整 我们怎么样悔改对齐神 这是我们的关键 而在这个关键 这个月 不管多一个困难 你已经从一月份很多的困难 到现在 那我要欢笑 神啊 你一定带我反败为胜 所以我现在先笑起来放 什么叫先笑 因为你都是忧愁起来放 你就先烦恼起来放 因为你怕突然发生 让你承受不了 你就先忧愁啊 不 我们要先笑起来放 以我们预备 发预言 我笑就我的结局是欢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来祷告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有很多的难处 我要带你祷告 你今天要转向神 专一求告业务化 我鼓励你这个月 有一个三天进室祷告 也许你可以喝水 你没有不吃播 你或者吃牛子比较容易 就开始有一点心对其神 然后祷告神 跟神讲 神啊 这件事我要寻求你 神啊 你要给我指示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我如果态度不对了 我悔改 为什么我的婚姻 一直这样困难 我要悔改 我哪些事 带着我的自我中心 为什么我家族当中 一而在这儿三 都有这些的事情 主啊 我要寻求你 这一次要反败为圣 整个根基要拿 那个疾病遗传的根基要翻除 要翻转 这是你反败为圣的日子 在这个亚达月 我奉主的名 宣告这个月 你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 要带来极大的医治释放 跟带来反转 我要为你祷告 我们来祷告神 你今天跟神讲 你要说神啊 在亚达月帮助我 我为什么是 什么是来寻求你 我求你帮助我 能够在这个月花一点时间 来读以示铁记 主啊 我来寻求你 我哪些事没有跟你对齐的 我愿意翻转 我的口要重新与你对齐 主啊 我要回转归乡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 主啊 在我们很多的家庭的困境 不管是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职场的问题 我们要回转 要回转 职场许多的难处 我们过去经营公司 有许多得罪神的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月 是一个回转向你的日子 我们就要经历反败为神的恩典 疾病得医治 家庭修复 主啊 我们要宣告这个月 我们弟兄姊妹从沮丧当中 再次站立起来 很多的事开始有突破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奉主的名宣告 那个仇敌 破坏婚姻的仇敌 破坏家庭的仇敌 攻击我们疾病的疾病的仇敌 我奉耶稣的名 致死你 致死你 黑暗的阴阶是你的结局 我们必要反败为神 主啊 我谢谢你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 临到我们弟兄姊妹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白衣脱去 为我披上心的意 各场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泉源在雨里 也恨化是我永远的荣耀 一生虽然有哭泣叫成一堂呼 也恨化你旧恨了个思维 缓绕我 跟上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泉源在雨里 也恨化是我永远的荣耀 我们已经反败为神 转右微信了 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爱哭变为我披上心的意 各场跳舞 你都要说 我以前愿在雨里 也恨化是我永远的荣耀 一生虽然有哭泣叫成一堂 我以前愿在雨里 也恨化你旧恨了个思维 你卫绕我 你卫绕我 跟上跳舞 你都要说 我的泉源在雨里 也恨化是我永远的荣耀 一生虽然有哭泣叫成一堂呼 也好快 依舊恩樂 更是為環繞我 更長跳舞的都要說 我的全員在於你 也好快 是我永遠的榮耀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来来来来 一生虽然有哭泣造成你欢呼 耶和华依旧门的歌词为环绕我 歌唱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绝缘在于你 耶和华是我永远的荣耀 我们跳起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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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一生虽然有哭泣造成你欢呼 耶和华依旧门的歌词为环绕我 歌唱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绝缘在于你 耶和华依旧我永远的荣耀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來,來,來,來… 来 来 来 法师 阿姨 弟兄姐妹 还有点时间闭上你的眼睛 今天的信息对你和你的家 对整个城市 对我们的国家 神的话要带来拯救 你要确切相信 只有神和祂的话 能带来拯救 但从里让你不觉得你需要拯救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 莫迪改 跟着死对头 不是只是两个 是死对头 很重要是亚玛丽 是这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 突然有点断讯 哈阿曼 是从这个 在扫罗王的时候 就是死对头 师母常常讲我 我有时候我不服气 是因为在我里面不觉得 但是在我里面 有一个就是什么 好争辩 我要带大家 你的夫妻关系有问题 不是你努力要怎样 我不知道在我里面 为什么要想要好争辩 我没有办法 不争辩 然后先服下来 思想一下 在你 你的家族 什么拦阻 你们的夫妻关系 拦阻你的亲密关系 你到哪里奇怪 你就是不能得赏赐 亲爱的约尔家人 今天这个信息 对你太重要 神给我个恩宠 我的脚到哪里 足以丰盛 但我生命中 还有许多要面对的 所以在聚会结束之前 我邀请大家眼睛闭上 让圣灵光照 在你里面 你好努力 你加倍努力 但你的丰收 你的收成 不足以跟你的努力成对比 这是咒诅 在你里面到底 是贪婪 是贫穷 是恐惧 是害怕 是惊恐 很多时候恐惧 让你没有勇气 面对所有的环境 也是我求主耶稣 就在这时刻 你的心呼求神 到底你的婚姻 出了什么问题 我跟师母 对婚姻家庭极有负担 因为那不是你今天 你说我有好的学历 好的经历 我有好的知识 我有好的想法 我这个人是好的 但奇怪 你婚姻就是不好 一定背后有一个问题拦阻 我求神今天 怜悯悦悦的家庭 你要进到今年2023 不是你一个人工作征战 你要跟你的妻子 跟你的丈夫 跟你的孩子一起 进到蒙福全员之地 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 好不好 再有一分钟 你闭上眼睛 让神的灵光照 我说主啊 我求主挪去 我生命中的皱子 可能我的皱子 我自己也看不见 我不明白 但我里面的刚硬是什么 我里面 那个实心是什么 我里面不能被神的灵 触摸的那个点是什么 阿爸天父 我求祢怜悯我们 主啊 我求祢让我的脚 足以沾染恩惠 进到耶和华 蒙福的里面 主 打破一切 主 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所看见的都是人的问题 不是我自己 主 若不是你 我们怎能从那咒诅之地出来呢 主 救我们脱离一切黑暗的深渊 主 喜乐的灵要浇灌 祝福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求祝耶稣基督的慈爱 恩惠 怜悯 祝你喜的灵 浇灌在每一个家庭 我们在婚姻里面 我们都够努力了 但还是失败 还是挫折 还是绝望 主 我求祝怜悯 今天这个话 让我们真知道 主啊 若不是神 深受大救 主啊 求祝怜悯 祝要仇敌的背后 要将你的家整个灭绝 要灭绝这个城市 要灭绝这个国家 台湾 需要我们站起来 父啊 求祝怜悯 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有一个信心的盼望 得蒙拯救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父我求祢待下 意志和怜悯 父我谢谢祢 用我祝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引导 安慰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把荣耀掌声过给神 哈利路亚 祝你旁边说 你足以足占恩惠 阿们